Hello 大家好 我是雲文子師傅 今日以奇門遁甲和大家推算一下 2022年苦烈的十二生肖運程 首先說說熟苦的朋友 接下來席太歲 運勢明顯減弱 但未跌到谷底只是比較多虛漲 工作方面會非常大壓力 但千萬別想著裸辭 因為所有創業轉工 大的轉變都可能更加差 至於桃花運也是比較薄弱 好像一個風島裡 完全沒有機會熟悉異性 所以接下來要擴敷一下自己的生活圈子 至於財細藥 難追財 不熟悉的投資項目 就不要亂試了 首先就要化解凡太歲 可以帶一些馬或狗型的色物去化解 或者穿一些紅色或啤黃色的衣服 或者花型的色物 都可以令到自己運勢有所改善 熟途的朋友 運勢都是比較繁複 但替造不少生機 心情就像過山車一樣反反覆覆 記住堅守信念 因為入抽之前會有更好的機遇出現 至於桃花運也是比較亂 容易開展一段暖情之後 惹來很多偏桃花 小心會影響自己的正桃花氣場 正財都令人滿意 但偏財運也弱了少少少 所以會錯失很多投資的黃金機會 但不需要的 只要穿多些紅色或啤黃色的衣服 配搭鎖鏈型的飾物 就可以令到運勢增強 熟龍的朋友 運勢好像火箭一樣 一股強勁的氣場 令到你的運勢急升 又有權勢的貴人相撞 所以未來的苦年 應該康復一下自己的人物視野 就有更大的得著 至於桃花運非常暢旺 終於有機會脫單成功 甚至乎閃分 投資的機遇都非常多 可以和資深投資經驗的前輩合資 就有更大的利潤 如果想旺上加旺 可以穿多些白色或啡黃色的衣服 配搭一些深型的飾物 都可以令到你的運勢更強 屬蛇的朋友 苦年形態稅 還有害態稅 運勢可以說是危機四伏 而且很多小人 公司的架構大變動 七角禁亂 令到你非常繁忙 但千萬不要亂發脾氣 會影響自己整體的氣場 至於桃花運是好 因為結息異性多了 但通常都是有緣無份 至於財運都是弱少少 投資意欲比較低 沒有意外之財 所以早投資為妙 未來也不需要太害怕 可以帶一些牛、雞型的飾物 去化解梵太歲 或者穿多些黑色、啡黃色的衣服 配搭一些圓形圓珠型的飾物 都可以令到運勢改善 數碼的朋友 運勢非常暢旺 正能量爆發、創意又多 不妨試多些新的嘗試 新的人生方向會令你更加精彩 但工作方面 人緣雖然旺 但欠缺有力的貴人相助 所以凡事都要親力親為 至於桃花運都非常暢旺 記得裝備好自己 因為一見鍾情的對象隨時出現 至於財運都是人緣帶動財源 大家可以未來苦年穿多些黑色、紅色的衣服 配搭一些三角形的飾物 都可以令到運勢更加強 肅羊的朋友 運勢平平穩穩不過不失 應該趁著學習之年 學習主動爭取機會 沒有貴人靠自己都是一樣 桃花運以為有少少曙光 但多數都是霧水因緣 所以都是要靜候佳陰 至於財運都是弱勢難升 不如將所有時間、金錢 投資在自己身上 有更長遠的回報 大家熟羊的朋友 可以穿多些綠色或黑色的衣服 配搭一些橢圓形的飾物 都可以改善運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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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